字幕作为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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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晚安 A.T.T.G. 诗学香港时间约12点左右 就出片的混乱问题 我希望这几天会有改善 但是问题是很Depend Google AdSense 组那班人 玩玩多久 你跟我玩東西是沒什麼意思的 說真的 我覺得有些事實是求是 那件事不關我事的 但問題是 不關我 跟我這一點沒有關係 因為你現在用黃標來報復我 你排除不了我出的談判 就用黃標來玩東西 那我沒事的 我就一定跟你玩到底 跟你班中國來的 究竟中國的Google員工 是不是一個公正做事 我覺得大家是有眼見的 這個沼澤是要抽取的 最後就是中國的員工 根本不應該插手進去 任何海外的Google用戶 這個是最基本的 但你知中國人 這些叫做什麼 業餘情報人員 業餘特務 這些 再玩業餘情報人員 業餘特務的東西 就很簡單 全世界當成中國人 看待就可以了 你中共敬酒不喝喝罰酒也沒辦法 OK 言歸正傳 為何我每一講 《星島日報》呢 除了《巴士的步》的廣告 我很討厭 當然 《巴士的步》很討厭 我就很簡單 巴士的步很討厭 那就沒事的 我有教學片 教大家如何 如何盡量把《巴士的步》的廣告效益 但問題就是 這檔案可不可以很難 我就不覺得是 因為《星島》的大股東 《佳兆業》那個 就在走數 有一筆到期的128億人民幣的債券 最後要分期還錢 它不可以一次過如期償還 它是要重組方式 re-structuring的還 re-structuring的還 就是它沒有錢 它說它現在處置著重大資產 在賣 但如果我是街市的股東都會質疑 如果你根本沒有水 為何還要保持著升到 你為何就要營運升到 這件事就變得很可憐 就是升到你買來幹什麼 這個就是個問題 老實 媒體有沒有錢賺呢 就好看那個時勢 Youtube的媒體 是應該suppose 如果你的成本不是太高 就suppose有一定的revenue suppose 但是前提就是 你那些東西要有人看才行 還有YouTube要賺錢的話 始終你是要一個細緻經營 就是所謂細緻經營的意思 無論你的視頻的質素 例如你穿的衣服 你的鏡頭 你的影系統 traffic的安排 如何對付五毛用戶 五毛用戶是一向都要對付的 原因不僅是政治問題 因為這幫人看空氣 這幫人不是廣告商要的東西 這些人是廣告商要的 是廣告商要的 所以我就建議 各大panel 取出一個強硬的五毛政策 是有原因的 因為五毛並不是一個廣告商要的 這是很重要的 李子敬 可能很多人看過20萬人 但是他那些traffic的 那個盈利水平可能是很差的 可能是每個traffic的CPN 可能是一美金的一美金的 不出奇 這些 你的traffic的Quality才是最重要的 即是沒有Quality的traffic 是以為沒有意思的 這個是我一向的經驗紀念都很清楚 那你星島 你這樣一下 哪個人看星島 盧永雄好鏡仔 是不是 你說那些評論員 大了中國這樣的款 大了整個馬鈴奧這樣的款 你怎麼看 你看 你看什麼 你馬鈴奧那個款 我不要緊要 你一個項目都可以 沒有項目 大外宣 我要看CCTV 我要看這些粗食 重口味的評論 我不如看胡錫進好了 我就要看環球時報 算了 環球時報還可以笑 是不是 我對自己和永雄 我沒得笑 但我笑不出 我對胡錫進覺得 這傢伙是白痴 是不是 都是看白痴 但當然我個人的事情 我就是胡錫進 我一個traffic都沒有 是這樣的 不是的 現在中國用的手段 就是不斷找一些賤人 好像言論自由 Telegram的言論自由 那隻企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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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隻企鵝應該是 要捉出來的 那隻企鵝 一定要捉出來 為什麼不用捉出來 不用負責 做混蛋 周圍搞破壞 不用負責 不是的 你收藏自己的身份 很貴嗎 用這些人的影響收入 所以為什麼我認識了 Embedded的工人 因為我知道 有班人拿一些 Rubo來玩 我知道 有些賤人 Embed我的影片 就是廣告收入規矩 這樣做賤事都可以 那些 這條街很多賤人 那些單奧片 那些打算上去 那些混蛋的東西 你明白嗎 那條街很多賤人 基本上 你想想 你做了這麼多事情 去搞別人 你最後沒有 沒有收入規矩 沒有人看的媒體 是很消費的 很賤金 如果是純粹做新聞 因為 你做新聞 在大外宣 你沒有ALEVAT的 你不是ALEVAT的 VALUE AD的 內容 你不是那些 好 你不是ALEVAT的 內容 OK 你沒有真值的意義 然後 你出來的東西 完全是垃圾 誰跟你看 沒有人會給你錢 一定沒有 因為你是宣傳品 當然 你要靠中共的廣告 你中共一無外匯 你就玩完 對不對 之前我都升到的算盤 就是 靠 炒可 炒 炒 炒可 衰了之後 然後 煙仔殼 衰了之後 然後你說 佳兆葉可能 他打算盤 就是用中國 中國出圍免費 海外出外匯 出外匯 炒外匯 對家兆業的業務 有正確的影響 而且你幫中國政府 做這麼多事情 中國政府會照著你 就是你做這麼多糟糕 中國政府就要照著你 他的算盤是這樣的 家兆業這樣 當然不是 你國外 人民幣債的更好些 外面那些 但是我是投資者 我一定質疑你 你已經沒有錢了 你搞星島來做什麼 你搞這件事 你的意義在哪 對不對 你原來 你整件事是傻傻的 整件事是沒有錢賺的 那沒有意思 所以最後大家就會質疑 這個問題就是 在香港的傳媒 你沒有了公訊的 沒有人買你 然後 本來就算以前 有一定公訊的 有一定盆牆客的蘋果 都是艱苦經營的時候 我想問你 星島 你做什麼 這是黑洞 你已經沒有錢 我們還要填黑洞 所以最後 星島的結果 應該是執 差了什麼時候 遲了問題 你還要養了 整班高層 每個大支 星島的高層 有多高質素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看到 他們的樣子都不開 看到幾個星島的高層 升到高層 還以為自己是好的 很聰明 很Smart 其實不是Smart 是Smart Edge Smart就沒有了 Smart Edge就是 你這麼多這些 人 你拿的人也不會低 那些人 要不然他不會跟你賣命 你有什麼意思 你這個報紙 你最後幾份報紙 就是一無事處 所以你最後會 Collapse 他又不是說好像 文匯大公 文匯大公 為什麼他會養著 文匯大公是新生仔 新生仔 我一定要照著他 我一定要照親生仔 我怎麼都會照新生仔 文匯大公是親生的 是中國正 就是共產黨自己的 問題就是 佳兆業這些 升到這些 是假扮民營媒體的 假扮民營媒體 我為什麼要留在這裏 我不要留在這裏 所以你說最後升到的錢 是什麼 如果你問我 最後升到會變成 升到會倒閉 最後升到會倒閉 機會都很大 升到差到什麼時候倒閉 如果是搞事業的 財政 performance的水平 再低一些 或者他已經 那些資產賣不出去 就應該倒閉 大家應該不用再看到 巴士迪寶的眼督鼻 應該就沒有了 就是說你說YouTube 你要落這麼多錢賣廣告 製造訊息 你哪裏會有資料 誰要看幾個永雄 看幾個永雄 可能 那些人上當 看了幾十秒 就馬上跳出去 那些廣告都不收得多 廣告還沒看完 已經走人 大哥 你一當有什麼價值 沒有價值 那些人不知道 中天的那些是靠Spanning 中天巴士迪寶的那些 那些都是靠Spanning 靠Float 即是怎樣 他在那個 推薦的影片 不斷斷斷 他那些做法 第一就是找廣告賣錢 第二就是那些五毛用戶 他們訂了巴士迪寶 訂了那些 那些藍色媒體 然後呢 就拿來 有一個 co-relation 然後就說 這個是有關的 所以怎麼說 MIHK 那些 你訂的那些代言物 我全都不斷 我為什麼要建立一個 co-relation 為什麼 我為什麼要給你建立一個 co-relation 你偷我的消息 我為什麼呢 你有什麼點 你那些消息 黑衣 一個隨家建的 當作 Arm channel 是一個這樣的黑衣 OK 是折 本來沒有這些事 就是隨家建入主 之後就做這些 OK 我看著 MIHK 有這樣的黑衣 賣Radio 也是用這些黑衣手段 所以我就對這些 一見不留 你訂這些channel 你就不要進來我這裡 因為我不想跟你 拉上任何關係 NO 什麼港產會館 升旗易得道 全部都是用這些手段 經營 巴士的步 都是 巴士的步 中央台 全部都是 一樣 所以我相信 是中共有一個SEO的部門 做這樣的事情 問題就是 中共自己買了 買了星島 中共自己 如果中共自己 不買星島 街少月這樣做 他應該會去撿 撿的機會就很大 那星島周末當然是好事 當然 一定是好事 所以你說星島 甚至我可以說 中共的黨營媒體 可以捱多久 都是一個問題 或者會轉型 中共的黨營媒體 為什麼會捱不久呢 你要媒體賺錢 其實 最後仍然都是一個原則 就是 content 是這個原則的走負合摩版 就是 你所有的內容 一定要是 合乎那個時代 那個人的需要 就是 你這個獨立的 民營媒體 才會賺到錢 就是 你不群不黨 中壓客觀 就是 整天都說 做一個好的媒體 要中壓客觀 要什麼 這個是 這個是賺錢媒體的其中一個原則 OK 有兩種做法 一是好迎合 民眾口味 超級迎合 民眾口味 那是什麼小報 就是 那個就不理民眾口味的是非對錯 不知道你民眾要什麼 我炒什麼 送給你 那個味道很好吃 那一碟菜好不好吃 你覺得不好吃 沒有美感不要緊 那些人喜歡 話指你 這個是一種 這個叫小報經驗 大報經驗就是 中壓客觀 我的資訊 我是 我真的 著重 這些 我著重資訊質素的人 兩隻 兩隻 經驗手段 那問題 就不會是 好像 香港那種情況 就是 現在的情況 大外宣就是 他自己給了一堆鴨 他根本是宣傳品 你有沒有聽過你要付錢 看宣傳品 你看宣傳品 看一個正當的宣傳品 還要搭上豬頭骨 ABCDE的宣傳品 你怎麼會這麼愚蠢的 譬如看文匯大公 對我來說 看文匯大公很痛苦 你是單張 文匯大公是宣傳品 其實 你現在在說 我想我不會給錢 看文匯大公 我自然看文匯大公 有戶聯盟 怎麼會自己買 去圖書館看 我看免費的 我看完免費 看完沒人看 文匯大公通常是免費 沒人看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那些 不知道為什麼 這幾年才有些 我懷疑會看的 我也不知道什麼心態 那些是 我來插屁股 我來當廁紙 是嫌他刮傷屁股的朋友 那 我們做中共研究 我們要知道那些 這是第一回事 人家就已經躲臭了 所以我覺得 中共以後會怎麼困人呢 搞些假裝 假裝黃色的媒體 然後就拿到錢 真的假裝的頻道 為什麼隨兼加健 買到假裝的頻道 這樣 很合理的 說真的 生意模式很簡單 我假裝黃 因為他之前是黃的 我就假裝黃 像于品海一樣 于品海買明報也是這樣 假裝黃 假裝黃色媒體 假裝黃色媒體之後 他會哄別人繼續看 然後暗瓦底 就灌輸一些藍色的東西 藍色的東西 藍色的東西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他的商業模式 中共以為活動的商業模式 所以他會買起某些頻道 譬如有些頻道的人走 要移民英國賣 給他開價 那價格適合買了 就買 有人做白手套 找人 有些大財團 找人做白手套 就買了 因為星島這些 會裝黃色媒體的 最初買星島也是 因為星島在 這個 1997年之前 他是少數 因為那時候 共產黨對胡文虎和胡文炮 兄弟不好 胡文虎和胡文炮 他本來就是偏向共產黨 但是公司合營的時候 他就沒收他的生意 他沒有想過他玩得那麼盡 最後他一生之下 就全部投向中華民國陣營 你說胡仙 為什麼後來被統戰了 就是因為他還回 中共願意還回一些東西 給胡家 是這樣的 是胡家的問題 胡仙也不是香港 胡仙應該好像回到新加坡 他已經是一個南洋家族 原本胡家是一個南洋家族 南洋家族 有些人就是 就算你中共給他一些東西 那些南洋家族 都會 當中共是殺父仇人 這樣處理 就像我一樣 你給他一些東西 我都會當中共是殺父仇人 因為我知道你當東西是 evil 你出賣 我沒有機會再原諒你 這是一樣 另外一些就是胡文虎和胡文炮 他原本就是這樣 因為星島 原本是親英國政府 親中華民國政府 接著他收買了 還有一些讀者 以為他仍然是以前的星島 接著就慢慢把讀者變色 是這樣的 他打算是這樣的 來洗腦 但是他沒有這樣 就是後來那些人就全部 尤其一包裝都包到 就像一周行一樣 找一周行 一傳的人過來 你最後都不是那回事 其實這是統戰 就是胡家的繩子 接著怎麼說 立即賣給老共的白手套 炒河 即是他的錢就代了 是不是 他又不用 當事是好 是說不關他事 聰明 電影幹什麼 是不是 回去 在南洋 在南洋好好的生活就好 這些很簡單 接著 你炒河搞不定 因為你做臭了 你做一些很赤裸的 中共媒體 你幫你赤裸露出真相的時候 你的媒體就完蛋了 其實 就差不多 你揚受以盡 接著就扔給交使 那交使用 那交使用怎麼會釋館 那就糟了 就是這樣 因為中共會買 可能買一些黃色的頻道回來 然後就裝 裝黃色藍那些 就像 劉政那些人的生意眼是什麼 他沒事的 他裝得很激進 幫你中共抹黑其餘的KOL 幫你追擊 誹謗KOL 不用負責 他反正膽脹命平 做硬仔 做硬仔 打手敢住 飯吃 就是這樣 你以為我不會看嗎 這些人都是這樣 有些人會假裝黃 你要預期假裝好黃 但你看到 為什麼他們還可以生存到 很簡單 就是中共叫他們 中共叫他們做分化工作 就是政治工作 統治 做政治工作 但是這些事情 是不能玩耍的 這些騙案 第一 你過一兩年總會被獨白 第二 你要維持這些雞棚 你要很多錢 當然賺錢的人 都是有錢賺的 都是有算盤賺的 因為他不是真的靠廣共經營 他是靠老共奔水 問題就是 你老共奔奔下水 你現在中國沒有外匯 中國沒有外匯的話 你老共奔水 一奔完你就拜拜 所以你說 星島會死 星島的死法 我可以說 星島的死法 應該在這些 扮王媒體 都會 再次重複一次 因為他們不是真的 用心經營 你說真的用心經營 我很記得 一週刊說四大報業大亨 那一期的封面 即是 他那時候說四個是 林恆子 茶良蓉 馬仁兄弟 以及 承報的家族 那一期我很有印象 那一期 承報何家 總之是何文 何家 那一期我對那一期很有印象 那一期我覺得是 當然那一期就是 黎智英和 東記結縣的開始 另一方面 就是那一期我覺得 黎智英是有 其實那一期是 黎智英的研究 來的 研究究竟 別人之前 前日是怎樣做報紙 起家 那一期其實是很值得收藏 我始終都是覺得 因為那一期就告訴大家 你做媒體 以往那些人做媒體 其實究竟是做什麼 譬如 林恆子 林恆子其實是做最尖端的市場 他不求蕭陽 他是做最貴的市場 海蕭陽不多 他指也不多 但他那些 排版 真的 法國鴨鳴報那種玩法 以前的人說 信報老化 黑白為主 對不對 但問題是 他的內容是最實際 你這個所謂 你怎樣去做媒體 如果你真的做媒體 應該是信報 或者是後來蘋果那種 就是你的媒體 你的人會覺得 我就算順便看你的廣告 我都心甘情願 因為我有東西帶走 我有東西帶回去 問題就是 你現在那些大外宣 你算吧 我沒有營養 那些東西 我資訊這麼多 我為什麼要浪費時間 在你身上 這是最重要 資訊很多 我時間就只有這麼多 眼睛就只有一對 時間只有二十四個小時 扣了睡覺只有十六個小時 扣了上班只有八個小時 八個小時 然後扣了其他聊天 我最多一兩個小時 我剩下一兩個小時 我為什麼要看你 這個就是個問題 問題就是 親老共的人都不理會 沒有事 我覺得最後的結果 如果街少業這樣玩下去 如果街少業的資金一斷 或者街少業覺得 這個東西是小錢 才是太緊要 那你撿了星島 很合理 或者再將星島交給 我不知道交給誰 誰會接這個火棒 我真的很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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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會接這個火棒 就是 那些人永遠都不明白 其實媒體這件事 你買個channel 都沒有用的 你買個platform 都沒有用的 媒體 在互聯網 最主要是contact 哪個創造的內容都不重要 是內容的 substance 才是重要的 但是那些人不明白 中共永遠都不會明白 所以中共不明白 我繼續看他 有多少冤枉錢可以燒 就是這樣 好了 今晚第一節到這裡 第二節 因為這個已經12點了 第二節 你就變成直接去英美時間 英美時間大概 你與香港時間 其實三四點 都會接到 遲到 零件 2 4 感谢观看